夫妻呢这个生育率是越来越低 但是还是有一些夫妻想生小孩 但是困难度比较高 比如说像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 可能她怀孕的几率就降低了 而男性呢则是很想知道 自己到底精子强不强 数量够不够 以后呢可以像女生在家里面 自己验孕一样啊 不用出门就知道了 因为台湾大学研究团队 研发出来所谓精子检测的晶片 所以呢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DIY检测出来自己的精子强度 在过去需要实验室来进行的测量呢 可能美金要四十块以上 就是台币一千三四已起跳了 以后只要五百块钱就可以了 最快后年就可以量产上市 拿出存放的精子 再用试管滴在盖波片上 想知道自己的精子强不强 男性朋友以后不用再上妇产科 靠着这小小一片 在家就能自己测 不妨可以试用看看嘛 这个我没碰过 没听过我不知道 哎呀这么隐私的东西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啦 就是要男性朋友不再苦恼 台大团队研发出这一款 精子检测晶片 只要将精子取出来放置三十分钟 等待精子液化后 递上晶片再等十分钟 就能测出美毫升精液中的精子含量 连强度也测得出来 遇到一些比较偏急的一些个案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液化时间要比较久的个案 那可能他就测不出来 那对你们实际上临床上面的帮助 我想这个大概是百分之五十 妇产科医师专业提醒 晶片只能做初步检测 治疗不运症还是得上医院 尽管如此 院内六个月来超过三百人做精子检验 有市场精子检测晶片一片五百元 最快后年年底在药局就买得到 中间新闻黄宝彤范馨于台北采访报道